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二 昨天的紐約天氣是真的像夏天一樣 然後很多人都直接穿著短袖跟短褲出來了 那今天呢,你看,又開始穿委屈冬天的衣服 所以春天的天氣真的是忽冷忽熱的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最近應該是感冒了 然後喉嚨發炎 每次這個時候的話也是這樣子 所以家裡吃完了那些就是喉嚨發炎的時候 吃的那些糖果啊或什麼的 所以剛剛要去Target買 有時候買一件東西進去Target 但是出來的時候就會發現手上連著非常多的東西 在美國這邊,如果你真的過來玩 或者是在這邊的時候 如果你像這種直客糖醬啊之類的 或者是像那種小糖果 你含在住裡面,讓你的喉嚨發炎稍微好 你就買這個就好了 這個呢,裡面是Honey Lemon 就是讓你咳嗽的時候 或者是喉嚨發炎的時候吃的 我買的是比較小的一包 兩塊一毛就沒進吧 然後裡面有19個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當糖來吃 所以你只要是 因為你喉嚨就會稍微會比較舒服一點 或者就是一直喝蜂蜜水 也會讓你的喉嚨發炎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其實要買這個 結果呢 走著走著 我有看到就是膚淺的時候 那邊有看到這個Advill Advill是有點像是止痛片在這邊的 那這個Advill呢 我比較買是因為喜歡它打包裝 就可以隨便幫它包裡或口袋也可以拿著 或者是經常會偏頭痛 或者是身體會有時候那種肌肉酸痛、腰痛啊 我就會吃這個 效果是蠻好的 幾乎很多人都會買這種Advill 然後它這個不是gel的 它有一種是綠色的小小粒 它是液體型態的 但是這個呢是 粒狀的 我是比較喜歡液體型態的感覺 它會吸收的會比較快一點 不過我今天看到就只有這個 就買了一下這個了 三塊八毛酒 全部都是加睡前的價格 所以買完了這個之後呢 然後就覺得春天的時候嘴巴會比較乾 然後你也知道那種就是口紅 就是正常的那個護唇膏 你隨便買一個然後放在車上 或是放在包裡 然後突然那一天又找不到了 所以又去買了這個EOS的 EOS這個牌子 大家應該會知道有點像雞蛋的一樣 那個那個 那個是EOS的非常特別的一個產品 然後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那種圓圓的 因為它又要機要打開 然後又要弄然後再關上 我覺得其實比較煩作一點 那這個我之所以選是 它上面有寫著organic的 也是沒有味道的 我覺得我對氣味會比較敏感 所以像有一些香水 或者是化妝品的那些氣味 如果是不是我喜歡的 有時候它會讓我會泡泡 所以買了這一個 這一個兩個呢裡面放著 然後這個是四塊四毛九 就是我買的今天買的當中 嗯...算是貴的了 然後除了剛剛的護唇膏之外 所以又買了兩個lip gloss lip gloss這個牌子是elf的 嗯...不是說很大的一個牌子 但是會像那種 Target啊一些shopping center 你都是會找得到這個牌子 就是平民化的 那這兩個是lip plumping的 lip plumping gloss 那lip plumping gloss就是你抹完了之後 嘴巴有一點會那種種種的 會看起來比較豐滿一點的 那我不知道要選哪一個顏色 一個是有點肉色的 但是裡面有珠光的 另外一個是 也是稍微帶有螢光的 但是比較粉一點 嗯...試出來的效果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像我說兩個都就買了一下 突然會想談情 會想說 幹嘛會買 買一個糖果進去 結果 我買出來這麼多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 書頭髮 就是寄頭髮的這個 寄頭髮的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非常 就是女生的消耗品啊 每次都要想要用 結果每次都找不到那種 所以我一整大包 我都應該就直接放在車上 所以是一倍不時之需吧 那現在就給大家 直接打開這個 想要說試一下好了 因為我現在是今天早上 完全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化妝 臉上什麼都沒有 因為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飯 十點多會到家 早上差不多七點半起來 然後連又拿上學都稍微遲到了一點 所以更不用說 我這邊臉上還有抹任何東西的時間 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 簡簡單單的 嗯 蠻滋潤的 所以一個放口袋 一個放車上 然後小孩子也可以用 我覺得非常好 And then 那接下來就試一下 這兩個 嗯 一個是上唇 一個是下唇 看一下顏色 會不會有一些區別吧 我之前用的像這種 Lip Plumping的話 我之前就用過一款 就是Dior的 Dior有一個 有一款 就是讓你嘴巴鋒滿的 然後那一款 我也是已經用了很久 也差不多用完了 嗯 嗯 我個人是覺得 稍微帶這種 Lip Plumping的 它會有點 拉拉的那種感覺 我會覺得 抹多了之後 我嘴唇的周圍 會有點乾澀 而且會乾乾的 所以我就想說 先抹一下護唇膏 然後在上面再抹一下這個 看會不會 稍微會 好一點 就不會說 對嘴唇的 嗯 刺激會比較大 其實估計都看不出來那個顏色 其實都非常 嗯 透明的一個顏色 所以這個是剛剛有 透明的 有點肉色的 但是裡面也有燭光的 好 下一個就打開這個 看一下 我個人的話 其實 不是太會化妝 而且我 化妝品不是很多 其中最多的 應該就只有 口紅吧 因為口紅就是 女生 我覺得口 我覺得每個女生 對口紅都是 不可抗拒的 只要看到 比較漂亮的 或是不一樣的顏色 你都會想要試 就算家裡有 太多太多口紅 你沒有用完 你還是想要再買一支型的 這個是 我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是有點像粉粉的 baby pink那種 我覺得其實 塗出來兩個 顏色完全看不出來 有什麼區別 因為太太那種透明了 我覺得反而 就可能說 就是 珠光有點不一樣 它是 它帶的珠光 是有點金色的 那這個珠光 是有點帶銀色的 一個是 champagne glam 一個是 pink cosmo yes 就是這一個 呃 有金色的那種 珠光的 遮 champagne glam 然後我不是說 這個是有點旁邊的嗎 所以 確實有點帶刺刺的 就好像 嘴巴又開始 張開那種感覺 那今天剛剛買的東西 就這些 然後呢 現在要開車去上班了 有很多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看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 感谢观看